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凝婷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Oculus Quest 還要來交叉比對Quest 2代的偷跑資訊 那大家記得看到影片的最後 除了介紹這款頭戴顯示器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全新的資訊跟新聞 來自明天的Facebook Connect 要跟大家分享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還沒按下訂閱的記得按訂閱喔 那大家都知道傳統的VR都需要架設像這樣的定位器 在房間的角落 然後並且接上自己的電腦才能玩 數不清的線材還有使用上的碰撞拉扯等常常影響沉浸感 為了改善有線的體驗 你可能要特別找一個空間安置電腦 還有準備天花板收束繩 跟一個更寬廣的空間才能解決這個煩惱 但其實市面上還有一款頭戴顯示器 它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台Oculus Quest 它不用接電腦不用電源線 更不用定位裝置就可以帶上就直接遊玩 另外Oculus還有出一款只能接電腦的Rift系列 不過其實這台Oculus Quest 只要接一條Type-C的線 就可以一樣玩PC VR 所以以CP值來講我比較推薦這台Quest 那這邊有一個效能的比較圖給大家參考 以外觀來說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它沒有像一般的頭戴顯示器一樣 有耳罩式耳機 如果想要外接耳機的話呢 它在側邊也有一個3.5mm的音源輸出口 如果想要有更好的體驗的話 我推薦Skullcandy的Crusher Wireless耳機 因為它在低音的Bass部分呢 會給你震動的觸覺回饋 所以會有更有臨場感 Skullcandy的耳機除了音質優良以外 耳機的設計不壓耳 適合長時間配戴 那如果有不錯的耳機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推薦給我唷 Oculus Quest 它的頭戴呢 是軟的矽膠材質 一般的VR頭戴顯示器是硬的 像後面這邊用鎖頭的方式固定 它的手把跟Vive比比較符合人體工學 直接握住然後手、食指這邊就可以按到Trigger鍵 它的體積比較小 重量也比較輕 簡單介紹完Quest 1代之後 我們來比對一下它跟近期洩漏的Quest 2代有什麼差別 從外觀上來看呢目前只看到白色的版本 容量的話它分別有64GB跟256GB 售價分別是299GB跟399GB 那399GB跟Rift S的售價是一樣的 所以可見呢這台CP值還蠻高的 可以發現它把這個手動調整IPD 兩眼眼距的部分給拿掉 所以我大膽預測它應該是有內建的相機 可以自動偵測跟調整IPD 記憶體的話呢它從原本的4G升級到6G 解析度的話它從單眼的1440升級到2K 所以這樣雙眼加起來總共有4K CPU的部分它們都是用Qualcomm的Snapdragon系列 那1代用的是835 2代用的是XR2 這邊有一個很誇張的網路上流出的效能比較圖 我個人覺得呢 Quest是社群完整度最高的VR頭戴顯示器 因為它既有手機App還有電腦App 還有FB連結社群媒體加好友的功能 在App上你就可以看到有哪些你的FB好友正在玩Oculus 然後你可以把他們邀請進來一個虛擬的房間 然後他們可以跟你一起看電視啊一起玩遊戲 然後還可以語音通話 所以我覺得呢還蠻推薦這款Oculus Quest的 好相信看到這邊大家都很期待 我們現在就來看直播吧 我們現在時間好像是凌晨一點 大家一定會好奇我們廷廷沒有在 我們不是住一起好嗎 我們沒有住一起 他還是在忙他們project 都已經1點了 35個演講者 15個系列 一個虛擬的波動 應該兩個小時以上啦 一個演講者講4分鐘就要兩個小時欸 超級久總共7個小時 所以我們這邊幫大家重點整理一下 首先第一個好消息呢 就是FB官網上已經可以開始預購Quest 2了 那在台灣的話還可以直送到台灣地址 64GB的售價是299美金 官網直購配送含稅是319美金 而256GB的售價是399美金 配送含稅是419美金 那關於我特別在意的IPD校正 Quest 2保留了這個功能 可以直接對鏡片手動調整 設計成三段卡夾式 除此之外Quest 2售出三款周邊產品 包含Elite舒適頭戴組 可以替換掉原本較為陽春的綁帶 舒適套件組 一對遮光鏡 兩個替換用臉靠墊 無論臉型寬窄呢都能舒適配戴VR 另外大家應該更在意的是硬體效能是否有提升 解析度部分從原本的1440x1600 變成1832x1920 和一代一樣走一個正方形的規格 現在還能兼容72-90Hz 在這方面有一個小幅度的提升 而效能的部分前面有講到一個較為浮誇的數據 這邊有個實際的比較圖 CPU的效能提升近46% GPU則是提升33% 但這些數據是官方作為銷售提供的 所以不見得精準 除此之外Facebook與各大遊戲廠商 供應獨家IP授權的遊戲 包含刺客教條 《星際大戰》 《銀行編輯傳說》 《侏羅記世界》 《災後》 《榮譽勳章》 《超越自我》 《人群大逃殺》 《迷雾之島》 《爬山2》 《Pistol Whip》 《2089》 《殷尸錄》 《圣徒與罪人》 將會有更多遊戲內容 像是虛擬實境音樂節奏遊戲 《伴愛》 《Touch the Beat》 《Race Infinite》 《太空第五頻道》 《小魔女學員》等上市 他們也將為日本長期發展提供更多資訊 希望讓更多日本遊戲作品支援Oculus裝置 過去Quest已經可以藉由FV邀約好友玩遊戲 這次更設立的平台Horizon 可以記錄遊玩中的分數、排行榜等 更可以直接邀約朋友進同一個房間玩遊戲 語音通話 在硬體輸入裝置 目前Quest可以搭配Logic的鍵盤靠藍牙輸入 軟體的部分 Oculus官方推出了一款新的App置入到UI中 可以記錄玩遊戲時燃燒了多少的卡路里 以及統計結構等 這個功能我真的非常的需要 最後官方發表會 還有釋出一款獨特的AR眼鏡 Project Area 現在還在開發中 可以靠大數據連線的方式 來標記物件的絕對位置 走道模擬、空間旅行等 類似Google眼鏡 但有較為實際的產品應用 眼鏡本身也支持Eye Tracking、Hand Tracking 並用相同的Oculus平台來提升生活工作品質 做個總結 看完我們覺得Facebook下這一步棋 有點想要去搶佔Steam VR那邊的社群跟市場 首先呢 因為VR社群一直沒有所謂的入門款 而這次發表會解釋了大多 如何使用VR啊 怎麼貼近人跟人之間的距離等 有種想要取代每個人的工作啊 每個人玩遊戲的領域 甚至想要取代你的手機使用時間 我的VR裝置呢 也能跟人通訊 以後呢 大家就是會用VR這種全新的方式來做社交 再來 以前開心農場就是靠遊戲來打最大的平台廣告 我覺得近期會有些FB的演算法更新 為了推動Quest 2 一些使用者如果用VR進行直播的話 應該會蠻有效果的 那影片結束啊 我們來錄結尾吧 欸... 那我要去換衣服嗎 你覺得我們是那種 要透過換衣服 華仲取宗的頻道嗎 不是 不不鮮 那你有用過VR看影片嗎 沒有 那這邊有一個 你可以直接看 如果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喔 掰掰 欸那個350塊